您好 欢迎加入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黄新化 首先要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 现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已经全面进空 网场架起了舞台 而稍后俄罗斯总统普钦在周五晚间 就会正式宣布并吞乌克兰四个占领区 而俄罗斯实施动员令之后 超过20万人逃离 像是乔治每天都涌入万人 当地的民众也发起了反对俄国人入境的示威 而人潮似乎也让芬兰吃不消 宣布要关闭跟俄罗斯接壤的边境了 而俄罗斯各地的军品店最近也因为公布应求 很多轻壮年人赶快去买冯函跟野战的用品 为征召入伍 做好准备 莫斯科红场周四全面进空 游客被挡在铁围栏之后 广场上架起了舞台 为总统普钦的演说做准备 俄罗斯将正式宣布并吞乌克兰四个占领区 国际间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俄罗斯在占领区 举行的入俄公投结果 就连俄国的盟友们也还未正式表态 普钦企图掠夺乌克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借此再度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 转移前线失利和动员令的焦点 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尼亚 当年俄国警动用些微兵力就达到目的 民众当时支持普钦的决定 还跟着高喊恢复国家荣光 不过这一次俄军已牺牲数万人命 民众也不认同四个占领区属于俄罗斯的说法 俄军宣布动员三十万后备军人后 超过二十万人为了躲避真兵而离开俄罗斯 乔治亚边境一天平均涌入一万人 当地也发起了反俄国人入境的示威 边境人潮也让 芬兰持不销 目前已经有超过 一万七千人入境 边境交通完全塞住 芬兰政府宣布 从周四的午夜开始 封锁与俄罗斯接壤了边境 留在俄国的青壮年 也开始为征召做准备 军用品店出现 供不应求的状况 民众抢买防寒衣物 和野战用品 担心军方只提供武器 某些地区的入屋军人 会收到战地所需的军用背包 不过不是所有区域都有 俄国国家电视台 公布了后备军人 授讯的画面 大家看来都是临阵磨枪 动作显得生疏 普京近日也罕见的 承认征兵资格作业疏失 要求军方把征错的人送回去 乌克兰军在东部的攻势稳定 他们在盾内刺客区 又收回部分城镇 但这些地方在周五之后 就会成为俄国宣称的国土 普京也表示 只要国土被侵犯 将不惜动用核武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会继续反攻 绝不退缩 他也呼吁俄罗斯人 也为普京丢了性命 TVBS新闻综合报